今天的一家大小盒用保健汤水 就是五指毛桃烏鸡汤 材料是用五指毛桃3盎司 烏鸡是一只 紅棗是15粒 水就是你們自己煲罐多少水 一家四口適用就可以了 制法首先烏鸡我都去皮 很多人烏鸡是不去皮的 但是為了減輕油脂方面 烏鸡也要去皮 然後再去血水 然後把它瀝乾 然後五指毛桃 就要略略清洗它 因為它好像柴枝一樣 用清水浸泡 搓搓洗了它之後 紅棗去核 就用那些煲湯的水浸泡五分鐘 然後把它來煮滾 滾了之後才把烏鸡加進去 等它再翻滾 我們就用慢火煮它兩個小時 這樣就合一加四口的溶度 那這個五指毛桃呢 其實就是 向我們叫它做南棋 大家北棋就聽得多了 南棋比較少 其實這個南棋呢 就是在南方生長 所以叫它做南棋 因為它的效果 跟北棋是相似的 但是它在這個補皮液氣方面 就比北棋弱點 但是除了這個比較差點之外 它有其他的功效 就是在這個健皮化濕 去痰平喘方面 是比北棋更勝的 對於烤喘、慢性氣管炎 或者痰多是有很好的療效 也有舒筋活絡 解決肌肉酸痛的問題 所以這個平時用來煮湯 是可以一加大小一個保健湯水 是這樣的份量 一加四口都合用的了 你煮完之後 加少許的鹽就可以了 這個湯的特色 就是很香很香的椰香味 你煮的時候已經聞到很香的了 你喝的時候也喝到很濃的椰香 所以是一個好喝 又有益的保健湯水 可以大家不時煮來喝一下 好好的